第一个问题 大家遇到的就是缺乏人才 每一家公司 上市公司也好 什么公司都好 都是有经验的人才 有了人才之后 你的资料准备好了 大家知道这一波的人工智慧就是机器学义 机器学义就是需要资料 资料没有准备好 有人才是没有用 第三个 就像有工程师懂人才之后 有时候根本找不到问题 工程师根本没有全貌 整个集团的全貌 他不知道真正的关键的问题在哪 他只能解决他前面的机器里面的问题 最后其实懂得机器学习的 有十年经验以上的 通通都在学术界 但是我们产业界跟学术界中间 只有一条微弱的产学合作 其实不够 没有办法让他们真的把 他们的能力贡献出来 有这些的问题 同时我们在拜访这些业界的途中 我们也整理出台湾 我们以制造业为开始 制造业所面临的共通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叫瑕疵检测 也就是说我们拜访的所有制造业 我们非常惊讶地看到 每一家公司都有一堆人 从几十人到几百人 用眼睛在看他的半成品 跟成品中间有没有瑕疵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 用这一波的人工智慧来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共通挑战叫自动流程控制 你只要有机器就会有参数 只要有参数就需要人来调 但是我们用人来调 其实会调不好 结果我们就可以用机器学习来调整这个参数 量率就可以到98% 第三个共通挑战就是 我们不希望机器再制造到一半的时候坏掉 所以我们要提前知道机器会不会坏掉 另外还有耗材的问题 我们不希望耗材太早换掉 因为它浪费 太晚换掉量率就降低 我们要预测耗材什么时候会刚刚好寿命用完 第四个问题是原料组合 有很多的 只要是制造业都会遇到原料的问题 你一个产品一定是多个原料组成的 例如说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所有的染整业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我的客户要我这个颜色 但是我有一百支染料 我要挑出其中哪三支 每一支多少浓度 调出来要在分光影下面 刚刚好就是这个颜色 从前的方法就是用一个软体 模拟软体加上老师傅的经验 成功率大概70% 我们可以在一两个月内把它提升到95%的成功率 那这些问题呢 哪一个是关键中的关键 就是人才的问题 如果我们人才有一千倍的人才 因为在去年那个时候 台湾根本没有超过一千个人可以做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能量放大的话 我们才有可能帮助到整个台湾 因此呢我们就决定我们来创一个学校 这叫台湾能工智慧学校 每一个产业都需要有懂AI的人 而且不只是工程师还有经理人 所以我们需要大军 需要大军我们就需要大量的系统化的 快速度的培养人才 懂AI人才 最后的目标是四个校区 每年三期 每期五百个学员 所以每年可以为台湾培养 六千位的AI工程师跟经理人 我们做这么多事情 就是希望把台湾能工智慧学校打造成一个 培训跟汇集所有AI人才的一个平台 希望可以让台湾没有缺乏AI人才的问题 帮助台湾做产业AI化 让台湾产业提升竞争力 然后打造一个更好的科技创新系统 谢谢各位